大家好,这里是每日听书,我是主讲人册子,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以便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听书咨询。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。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在这里,特别鸣谢美国知名珠宝品牌Mason & Madison Co.对本视频的大力赞助。 每件Mason & Madison Co.首饰都是由设计师精心设计,并由工匠手工打造,能够显著提升女性的个人魅力。 不要错过为您自己或您爱的人选购一件特别礼物的机会。 立即点击视频评论栏中的链接,现在下单即可享受,减免70%和赠送钻石项链礼品的独家折扣。 赠品数量有限,先到先得。 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,学会距离力争,自信得体地表达主张,为自己争取更多。 在职场和日常生活当中,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,并且距离力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。 在学会距离力争,自信得体地表达主张,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这本书,不仅教会了我如何清晰,有力地表达自己的主张,而且还让我学到了如何在不伤害他人情感的前提下,坚持自己的权益。 书中的核心理念是,距离力争并不是一种对抗的行为,而是一种沟通的艺术。 作者通过多个实际的案例,展示了在各种情境下,如何运用这一技巧,从工作会议,到家庭聚会,从与朋友的交流,到与陌生人的互动,每一个场合都可以通过需要我们明确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 一个特别打动我的部分是关于如何建立自信的指导。 作者得到,作者提到,自信来源于对自己观点的信任,以及对沟通技巧的掌握。 书中提供了一系列的练习,比如说角色扮演,自我反馈等等的方法,帮助读者提升自我表达的能力,以及自信心。 通过实际应用这些方法,我发现自己在表达自己的需求以及观点的时候,更加的镇定,以及更加的有说服力。 此外,书中还深入探讨了情绪管理的重要性。 距离力争的时候,要控制自己的情绪,保持冷静是非常关键的。 作者教会了我们如何在遭遇反对以及挑战的时候,保持情绪稳定,如何客观地分析对方的观点,并且据此进行合理的回应。 这不仅仅使我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加冷静地应对各种挑战,也让我在个人生活当中更加懂得了如何处理冲突。 书中还提到了倾听的重要性,距离力争并不是意味着一味地推销自己的观点,而是需要在了解并且尊重对方的立场的基础之上进行。 通过改善我的倾听技巧,我学会了从对话当中寻找关键的信息,并且对这些信息来更加有效地支持自己的论点。 在读完学会剧里力争,自信得体地表达主张,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这本书之后,我感觉自己在各种的社交场合当中都变得更加的得心应手了很多。 这本书不仅提升了我的沟通技巧,而且更重要的是,它教会了我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同时,更有效地为自己的利益发声。 总之,这本书是给所有希望在生活,在工作当中,能够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,并且为自己的权益,距离力争的人准备的。 它的实用性以及启发性将会为你的职业,为你的人际交往提供极大的帮助。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一点价值的话,希望你能够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你身边的人,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起成长。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好的朋友们,本期听书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